Hello,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妍 我是阿贤 我是一个在屋邨长大 一个很典型的香港人 我是一个在乌村长大的 一个典型的香港人 虽然家庭不算富裕 虽然家庭不算富裕 但是总算是生活安稳 爸爸是一个传统的公务员 爸爸是一个传统的公务员 在他的教导之下 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稳定的住所 有稳定的住所 所有事情最重要是稳定的 所有的事情最主要是稳定的 所以我的性格取向 都是比较偏向喜欢稳定和保守的 我生活的取向都是喜欢稳定的 不喜欢接受新挑战 不喜欢接受新的挑战 甚至思想都偏向负面 自卑 容易忧虑 甚至思想都偏向负面 自卑 容易忧虑 在中学毕业之后 在中学毕业之后 我就加入了现在工作的公司 我就加入了现在工作的公司 我一做就做了25年 我一做就做了25年 这份工作给了我安全感 这份工作给了我极大的安全感 我甚至会觉得这份工作 是我个人价值自尊的来源 我甚至觉得这份工作是我个人价值自尊的来源 所以每次我当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 所以每次当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都很容易被触动 我都很容易被触动 很容易会跌入担心和忧虑当中 我记得在2015年 我记得在2015年 公司要面对一宗关于劳资糾纷的官司 公司要面对一宗劳资纠纷的官司 我当时是负责处理 我当时负责处理 我和对方多次谈判都是没有结果 我和对方多次谈判没有结果 对方仍然坚持不肯和解 对方的坚持不肯和解 但是因为如果我们输了 我们会牵连很多麻烦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输了 我们会牵连很多麻烦的问题 我觉得很大压力 我自己觉得有很大的压力 这件事断断续续地缠绕了半年 这件事断断续续缠绕了我半年的时间 但是仍然毫无进展 但是毫无进展 我当时感觉心里长期挂着一个炸弹 我当时的感觉是像心里长期挂着一个炸弹一样 长期忧虑不安 长期的忧虑不安 我发觉靠自己已经解决不了了 我发现靠我自己是解决不了了 我唯有祈祷交给神 我唯有的是祷告交给神 我决定将这个重担放下 我决定将这个重担放下 我相信当我放下交给神的时候 我相信我放下交给神的时候 神必会赐下神迹帮我解决这件事 神必会赐下神迹帮我解决这件事 我当时还是回荃弹的母堂 我当时是去荃弹的母堂 但是住在将军澳 我和太太其实是有个感动吹逼 我和太太有一个感动 我们要搬去荃弹近教会 我们要搬去荃弹靠近我们的教会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行动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行动 但是最后我和太太都鼓起勇气 但是最后我和太太都鼓起勇气 去回应神 去回应神 决定全家都搬去荃弹 决定全家搬去荃弹 就是我们有这个决定之后的第二天 就是在我们有这个决定的第二天 神迹就发生了 神迹就发生了 我收到一个电话 我收到了一个电话 是要告我的人打来的 是要告我的人打来的 他竟然主动要求和我和解 他竟然主动地要求和我和解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纏扰了我超过半年的事情 缠绕了我超过半年的事情 神替我一夜之间解决了 神替我在一夜之间解决了 原来当我放下忧虑 原来当我放下忧虑 将精神转向 做一些土神喜悦的事情 将精神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 神自然让我可以不费力地在困难里得胜 神就会不费力让我在困难当中得胜 去到2017年 到了2017年 公司又面对危机 公司又面对了危机 我们生意未如理想 我们的生意不是太理想 我是从事小朋友兴趣班的行业 我是从事小朋友兴趣班的行业 由于生意不好 由于生意不好 我们就要去到很多小朋友聚集的地方 我们要到很多小朋友聚集的地方 例如公园 商场门口 像公园 商场的门口 我们要派传单 去sell家长报名 我们要派传单 让家长来报名 但是过程里面经常被保安员赶走 但是过程当中经常被保安员驱赶 心情非常难受 心情非常不好过 还有都觉得很担心忧虑 也都觉得担心忧虑 觉得眼前是绝路 觉得眼前是一条绝路 当时太太跟我说 当时太太跟我说 我睡觉的时候会大力地打自己的头 我睡觉的时候会大力地打自己的头 甚至会用力扯自己的头发 甚至会用力地抓自己的头发 我太太当时并没有叫醒我 我太太当时没有叫醒我 她只是轻轻地拖着我的手 她只是轻轻地拖着我的手 然后我们继续一起睡下去 然后我们一起睡觉 阿丁罗牧师当时就鼓励我 阿丁罗牧师当时也鼓励我 当我经历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当我经历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越困难我们就越依靠神 越困难我们就要越依靠神 我们更加要做到先神后人在大地 我们更加要做到先神后人在大地 她的说话我都记得 同样的话我也记得 我都是跟着做 我也是跟着做 她鼓励我要在儿童教会里面服侍 她鼓励我要在儿童教会里面来服侍 所以就在我工作上最困难的时候 就在我工作上最困难的时候 开始了我在儿童教会服侍 开始了我在儿童教会的服侍 我当时又更加开始大小组 当时我更加带小组 当时即使我们只有一个组员 当时我们只有一个组员 但我们仍然每星期都用心去牧养 但是我们仍然是每个星期都用心地去牧养 我们发觉越牧养越服侍越喜乐 我们发现越服侍越喜乐 越经历神的同在 也经历到神的同在 2017年我们公司的收入大减 2017年我公司的收入大减 我们唯有大力地去收紧我们的开支 我们只能大力地来收紧我们的开支 当我们很努力之后 当我们很努力之后 神迹又再次发生 神迹再次发生 收入虽然是大减 收入虽然大减 但是盈利 但是盈利 就是收入减开支 就是收入减去开支 竟然是我们开业20年里面最好的一年 竟然是我们开业20年来最好的一年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当我们认为2017年是我们最差的一年的时候 当我们认为2017年是我们最差的一年的时候 神却以我们这一年成为开业里面最好的一年 神却让我们这一年成为开业里面最好的一年 去到2020年初 到了2020年初 新冠肺炎将我们公司杀个措手不及 新冠肺炎把我们的公司杀个措手不及 公司被逼全面停工 公司被逼全面的停工 所有同事都人心惶惶 所有的同事人心惶惶 作为公司的管理层的我 作为公司管理层的我 感觉到非常大压力 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 我再一次感觉到我的信心被动摇 我再一次感到我的信心被动摇 我觉得公司如果挨不住的话 我的人生就好像没有了 我觉得公司如果熬不下去的时候 我的人生好像就没有了 我的价值也没有了 整个人都陷入了忧鬱的当中 整个人陷入了忧郁当中 在疫症刚刚开始的时候 当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全家去了一组已经安排了的越南旅行 我们全家进行了一次已经安排好的越南旅行 我整个旅程都陷入了忧鬱的当中 我整个旅程是陷入在一个忧郁的当中 当太太子女开心玩的时候 当太太和子女开心玩的时候 我却常常受眉苦脸 我却堂肠的愁眉苦脸 好像有个乌云在我头上的手 整个人跌入了一个深蓝色的海洋里面 整个人是陷入了一个蓝色的海洋里面 吃什么玩什么都没有兴趣 吃什么玩什么都没有兴趣 浪费了家人的亲子时间 也浪费了和家人的亲子时间 我当时身体出现了很多不尋常的状况 我当时身体也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状况 例如突然之间会出了很多白头发 例如突然间出了很多白头发 心经常突然会拿着痛 心里面经常会绞着这样的痛 夜晚经常会睡不着失眠 夜晚也经常睡不着觉失眠 总之心里面不停会担心 将会可能发生的事情 总之心里面就是时常的担心 将会可能发生的事情 越想越担心 越想就越担心 越想就越忧虑 越想就越忧虑 我这个情况就令我家人 特别太太很担心 我这种情况令我的家人 特别是我的太太非常地担心 牧师师母和太太再次鼓励我 要将这些问题交给神 牧师师母和我的太太 再一次鼓励我 要将这些问题交给神 他们鼓励我 公司不是我的自信自尊的来源 他鼓励我公司不是我自尊自信的来源 即使外在环境不能够改变 即使外在的环境不能改变 但我仍然是不能够动摇对神的信心 但是我仍然不能动摇对神的信心 所以在疫症期间我人工大减 虽然在疫情期间我的人工大减 但我仍然坚持十一奉献 但是我仍然坚持十一奉献 以凭信心地去做这个献烈奉献 也凭信心地做这个鉴定的奉献 我们全家在疫境当中 我们全家在疫情当中 仍然在家里大声的敬拜 仍然在家里面大声的敬拜 我们甚至乎去公司营运的场所的附近 去走土吹号角 宣告我们将会得胜 当我真正做到将困难放手交给神的时候 心里面轻散 我知道工作并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我知道工作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就算没有这份工作 就是没有这份工作 我相信神都会开另一条路给我 我都相信神会开另一条路给我 神果然保守我们公司 神果然保守了我的公司 在过去三年里面 在过去三年里面 神一次又一次 伺下神迹地拯救我们的公司 神一次一次地赐下神迹来拯救我们的公司 我们今天如常地运作 我们变得更加有经验 去解决更加大的问题 神也透过疫症期间 让我接触健身这个运动 神更透过在疫情期间 让我接触健身的运动 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健康更自信 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和自信 我之前所经历的各种困难 我之前所经历的各种困难 其实最担心的事 最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其实最担心的事 到最后没有发生过 当时过分担心忧虑都是多余的 当时过分的担心忧虑全是多余的 相反 现在回望回 相反 现在看到过去 其实这些困难考验 都是神比我变得更加强的机会 其实这些困难挑战 都是神让我变得更加强的机会 神好像要借着这些苦难去锻炼我的信心 神好像是借着这些苦难来锻炼我的信心 当我真正将问题忧虑交给神的时候 当我将我的忧虑交给神的时候 最后问题就要自然解决 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感谢神 远章 荣耀 重赞 都归给神 尽将荣耀 颂赞 都归给神 谢谢阿妍的分享 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来到《苗圃八福》的第四课 今天来到《苗圃八福》的第四课 我们要重温一下 头的三课是什么呢 我们要重温一下前三课是什么呢 第一课是口出恩言 第一课是口出恩言 大家记得吗 大家记得吗 是的 记得了 我们的舌头其实是决定 我们的生命是禍还是福 我们的舌头决定了 我们的生命是负还是货 第二课是一百欧烧 第二课是一笔勾销 就是借着神钉在十字架上 祂洗净我们的罪 借着神钉在十字架上 起敬我们的罪 我们就能够在神里面 将我们的重担 将我们的软弱 将我们的罪完全交托给神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软弱 我们所有的都交给神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轻散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亲神跟蒙福 第三就是一团和气 第三就是一团和气 就是我们要靠近神的恩典 和加能赐力去选择尤树 就是靠着神的恩典 加能赐力 我们可以选择老术 祂除去苦毒 除去苦毒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释放得自由 让我们的生命得释放得自由 今天来到第四课 今天来到第四课 就是笑口常开 就是笑口常开 这个笑口常开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 这个笑口常开对我们每个人都相当重要 经历过刚才阿妍分享的疫情 经历过刚才阿贤分享的疫情 其实全球香港人都大大经历了这个困难 其实全香港人都经历了这个困难 面对香港的经济不景气 面对香港的经济不景气 直到如今我们仍然的生活都是受影响的 直到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受影响 我们怎样在疫情中在疫情中在动荡里面 我们仍然能够笑口常开 我们怎样在意境当中在困难中还能笑口常开呢 我们一定要去呼求 我们一定要来呼求 求神去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他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神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放在我们心里面 可能你会问 可能你会问 有没有那么神奇啊 有没有那么神奇啊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吗 刚才我们听阿妍的见证的时候 刚才我们听阿贤的见证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这是真人真事 其实《苗普八福》的课程里面的特色是什么呢 是每一个见证都是真人真事 我们《苗普八福》的特色就是每一个见证都是真人真事 每一个都是真正去经历神 每一个都真正经历神 经历神的帮助 经历了神的帮助 生命得着改变 生命得到改变 比以前更加蒙福更加开心 比以前更加蒙福更加开心 心里面没有从神而来那份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心里面会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 当我知道我要讲这课书的时候 当我知道要讲这课书的时候 我就立刻想起找阿妍去讲见证 我就马上小到阿贤可以讲见证 因为我跟阿妍的背景挺相似 因为我跟阿倩的背景蛮相似的 我也是在屋村长大 我也是在屋村长大 很典型的香港人 很典型的香港人 我是家里的大女儿 我是家里的大女儿 我家里有四兄弟姐妹 我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 我虽然有个哥哥 虽然有个哥哥 但是女儿是我最大的 跟女儿我是最大的 然后我妈妈就是她家里的大女儿 我妈妈是她家里的大女儿 我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 她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 所以我从小从我妈妈身上去学习 如何去安排、打理和照顾我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从小就从我妈妈身上去学到 如何安排、如何照顾我的兄弟姐妹 在家里的大小事情 如何去计划好 如何去计划好 所以我从小已经习惯了 去计划、去安排一切 所以我从小就习惯了去计划、去安排一切 我觉得所有东西要安排得好 是要有控制的 我就放心了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要安排好 都要在控制当中的 就会觉得很放心 但是当我慢慢长大的时候 但是我慢慢长大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很多的事情 都可以很失控 都可以很失控 都不是我所控制得到的 都不是我能控制的 于是我就活在一个恐惧 很没有安全感 还有很多忧虑不安的状态 所以我就活在一个很没有安全感 忧虑不安当中 在毕业之后 在我毕业之后 我同样找了一份政府工 我一样找到一个政府工 因为我要稳定 因为我要稳定 我要用稳定压到一切 我要用稳定压到一切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我就嫁给了阿丁罗牧师 我就嫁给了阿丁罗牧师 我认识了他 然后就嫁给了他 我认识他 然后就嫁给了他 他是一个没办法稳定的人 他是一个没有办法稳定的人 因为他的性格 他是一个先锋型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先锋型的人 他很喜欢冒险 他很喜欢冒险 他很喜欢去闯 还有他有新的挑战 他很喜欢去闯 有新的挑战 所以当他做生意的时候 所以当他做生意的时候 他的生意真是大起大落的 他的生意是大起大大落的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完全不想他在做什么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终于在恐惧日里 我就整天活在恐惧当中 他有一天可以拿很大笔钱回来 就赚了很多 他有一天可以拿很多钱回来 他赚了很多 但有一天就发觉 公司有需要 全部都拿走 但是有一天他又把所有的拿走 因为公司有需要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间就有些东西回来 然后有时候就不知道 有一些事情就回来了 我完全计划不了 我完全计划不了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之害怕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担心 很恐惧 非常恐惧 很忧虑 很忧虑 大家都听过他的见证 大家都听过他的见证 后来他做生意做到一个地步 后来他做生意做到一个地步 他失踪了三个月 他失踪了三个月 在三个月内音信全无 后来他打电话给我 就告诉我他判了死刑 就告诉我说他被判了死刑 哇 哇 怎么过呢 过不了 这三个月怎么过呢 这三个月怎么办呢 我真的觉得在我里面 已经完全没有出路了 我觉得在我里面 已经完全没有出路了 但是神值了一连串的巧合 但是神经过一连串的考核 应该说是神迹 就是神迹 将他从一个绝路里面救回来 将他从一个绝路当中救回来 也拯救了当时我只能尋死的我 也拯救了当时一心想寻死的我 神告诉我 神告诉我 不要怕 不要怕 只要信 只要信 所有东西都在他的控制中 everything is in his control 所有事情都是神在掌控 有爱我的天父爸爸去掌权 有我爱我的天父爸爸的掌权 他能够在绝路里面拯救我 他能够在绝路当中拯救我拯救他 我还担心些什么 忧虑些什么 我还担心什么 忧虑什么 所以你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 所以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开始就知道 神是非常好得无比的 所以我就知道神是好得无比的 并且当我经历过这件事情 当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的忧虑 我的出路 我的绝路 其实是有出路的 我的忧虑 我的绝望 是有出路的 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忧虑当中的时候 有时候在我们忧虑当中的时候 我们发觉全世界都 好像阿妍所分享的一只乌云在头顶 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会觉得我们头顶上 就好像有一个大乌云 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只是看到那个困难 我们只看到那个困难 心里面产生很多的忧虑 很多的恐惧 我们心里产生很多的焦虑 很多的恐惧 甚至到一个地步 觉得没有出路 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们觉得没有出路 在这些困难的里面 站在困难当中 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我们怎么面对呢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两分钟 好 我们用一两分钟 我们用一个安静的时间 我们用一个安静的时间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去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神来光照我们 神来光照我们 你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内心 你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内心 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 我心里面有什么是担忧的呢 我心里有一些是什么担忧的呢 我有什么忧虑 我有什么忧虑 我有什么害怕 说他在众人的面前 在众人的面前 在我的家人的面前 在我的家人面前 我没有办法去承认 我没有办法去承认 我不想家人担心 我不想让家人担心 我不想我身边的朋友担心 我不想让身边的朋友担心 所以我要遮掩住 所以我要掩盖住 纵然我心里面已经是很恐惧 重视我的心里已经很恐惧 很多的忧虑 很多的忧虑 我没有办法去处理 我没有办法去处理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 但我仍然要戴着一副假的面具 但是我一样戴着一副假的面具 去面对人群 去面对人群 面对家人 面对家人 神来我知道这个不是真实的我 神来我知道这不是真实的我 每逢在夜南人静的时候 每逢我孤单一人的时候 每当我孤单一人的时候 这些恐惧 这些忧虑就侵袭我 这些忧虑 这些恐惧就侵蚀我 让我难以入睡 让我难以入睡 甚至我身体都出现状况 甚至我的身体都出现状况 神来这一刻 神来这一刻 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去承认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忧虑恐惧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忧虑跟恐惧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去面对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去面对 神来你帮助我 神来求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你让我知道 你让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人 让我知道 让我知道 你明白我 你明白我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 你了解我 你了解我 你也必拯救我 你也一定会拯救我 神来求你帮助我 神来求你帮助我 用我看见你的真实 让我看见你的真实 阿燕是怎样去经历的 阿神她怎样经历的 Loreta师母是怎样去经历的 Loreta师母她怎样经历的 神来我都要经历 神来我都要经历 我都要经历 我都要经历 因为你是那个不偏心的神 因为你是那个不偏心的神 你必看顾我 你必看顾我 拯救我 拯救我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的名 奉我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感谢主 感谢主 神是真的 神是真的 跟旁边的人说 神是真的 跟旁边的人讲说 神是真的 我们要重温两个世界观 我们要重温两个世界观 我们知道 我们会在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是有两个世界观 世界上是有两个世界观 就是一个是物质界 一个是灵界 一个是物质界 一个是灵界 物质界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桌子等等 很实在 我们站在这些地板 物质界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桌椅 这些看得见的东西 灵界就是我们眼睛肉眼看不见的 但是它却是真实存在的 灵界就是眼睛看不见 可是它是确实存在的 比如是空气 比如是空气 比如是地心吸力 比如地心引力 你扔个苹果下去 一定会向下跌下去 你丢个苹果一定会掉到地上 这些你看不到但是它是真实的存在 这些事你看不到但是确实存在 所以我们确定的相信 所以我们确信 有天堂 有天堂 有地狱 有地狱 有天使 有天使 有魔鬼 有魔鬼 在灵界里面是真实的 在灵界里面是真实的 天使是要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 天使是要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 让我们经历神的保护 让我们经历神的保护 而魔鬼是仇敌 而魔鬼就是仇敌 它总是找机会来攻击我们 它总是找机会来攻击我们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吞灭我们和毁灭我们 就是要吞噬我们来毁灭我们 我们要读一节经文 在《毕德前书》的五章八节 我们读一节经文是《毕德前书》五章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吧 无要紧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敲轎的狮子 遍地游行 尋炒可吞吃的人 这个画是仇敌的狮子 这里说到仇敌如同喉叫的狮子 在四面游行 周围游行去找可以吞吃的人 就是周围游行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什么是可以吞吃的人 什么是可以吞吃的人 原来在忧虑恐惧的人 就是可以被吞吃的人 原来有忧虑恐惧的人 就是可以被吞吃的人 因为恐惧和忧虑 是魔鬼很熟悉 和很喜欢的味道 因为恐惧和忧虑 是魔鬼很熟悉的味道 它闻到那股脏 它就向你靠近 它闻到那个味道 它就向你靠近 它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吞没和毁灭我们 它就是要吞灭和毁灭我们 当它靠近这些忧虑恐惧的人的时候 当它靠近这个忧虑恐惧的人的时候 它就会找机会 将沮喪 失望 慌张 无信 放入我们思想里面 它就利用沮丧 失望 慌张 放到我们的恐惧里面 让我们在这些慌张 在这些不信的思想底下 我们往往会做错决定 让我们在这种慌张当中去做错决定 当我们不认识真理的时候 让我们不认识真理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被撒旦去蒙蔽 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被撒旦蒙蔽 就像我当时在困局的时候 就像我当时在困局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出路 我觉得没有出路 我觉得没有盼望 我觉得没有盼望 唯一是怎样呢 我会怎样呢 我觉得我唯一就是沉死 我唯一就是想去死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们在慌张、恐惧、忧虑的底下 我们在慌张、恐惧、忧虑的底下 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神的拯救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拯救 因为我们被撒旦蒙蔽我们见不到神 因为我们被撒旦蒙蔽了 我们见不到神 所以我们要识破仇敌的诡计 所以我们要识破仇敌的诡计 更加认识什么是从神而来的真正平安 更加认识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平安 我们来到第一个大点 我们来到第一个大点 就是恐惧祖祝福 就是恐惧主祝福 忧虑帮盼望 忧虑帮盼盼 大家记住不是帮盼盼 大家看着不是帮盼盼 不是帮盼你 是帮盼盼 是有个企人必是帮盼盼 即是帮不到你 是帮不到的意思 我们看《创世记》的第三章第十节 我们看《创世记》的第三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他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 我变藏了 这里在《圣经》里出现第一个害怕 这是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害怕 就是亚当犯罪 他犯罪之后 当神去找他的时候 他犯罪之后 当神去找他的时候 他说他听到神的声音就怎样了 他就害怕 他就立即躲起来 因为他就马上躲起来 因为他发觉自己赤身露体 他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 他于是马上躲起来 但当这个躲起来帮不帮到他呢 这个躲起来帮得到他吗 当这个害怕能不能帮到他去面对神呢 这个害怕能帮助他去面对神呢 不行 因为他相反的就是让他逃离神 当亚当害怕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所犯的错 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犯的错 甚至推卸责任 甚至推陷责任 去逃避神 结果他被赶出伊甸园 结果他被赶出伊甸园 其实伊甸园是神创造给亚当 是一个非常好吃好住安居的地方 其实伊甸园是神赐亚当 一个好吃好住安居的地方 但害怕却是让他失去这个好地方 但是因为害怕让他失去这个好地方 其实亚当是有回头的机会的 其实亚当是有回头的机会的 因为他不怕去面对神 只要他不怕去面对神 神会帮他 但是因为他远离神 但因为他远离神 因为害怕他做错决定去逃避 因为害怕他做出错误的决定去逃避 于是他就失落了这个祝福 然后他就失了这个祝福 其实恐惧是否完全不好 可是恐惧是不是全部不好 是吗 是不是 不要恐惧 恐惧不好 不要怕 不用怕 是不是所有恐惧都不好 是不是不要怕 不用恐惧 是不是所有恐惧都不好 其实也不是 恐惧有好又不好 恐惧有好又不好 其实有些好的恐惧 是让我们可以得着保护的 其实有一些恐惧是让我们得到保护的 譬如说是什么呢 譬如说什么 如果你怕烧伤 如果你怕烧伤 你就会远离火 你就会远离火 你不会看到那些火 就会冲过去 我不怕 我不怕 就会冲过去 你不会看到那个火 就冲过去 我不怕 如果你怕被警察抓住 如果你怕被警察抓住 你会失去自由 你就不会去做一些犯法的事 如果你害怕得罪神 如果你害怕得罪神 你就会远离恶事 这些恐惧 其实是来自神的保护 害怕的恐惧是来自神的保护 要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和保护 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和保护 但是有很多的害怕是真的不好的 但有很多的害怕是真的不好的 譬如说 害怕 担心 怕 好像阿妍所分享 我公司不知能够撑得多久 会不会倒闭 就是有些担心害怕 就像阿贤刚才分享的 我的公司会不会倒闭 会不会怎么样 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去完成我手上的工作 我会不会害怕自己去 没有办法完成我手上的工作 我很怕别人怎么看我 我很怕符合不了别人的期望 我很怕符合不了别人对我的期望 在这些怕的底下 我们很容易陷入忧虑 恐惧 失眠 甚至身体会出现状况 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忧虑 恐惧 失眠的情况 因为我们在这些恐怕的内面 我们会逃离神 因为我们在这些恐惧里面会脱离神 见不到神 见不到神 就得不到神的帮助 又得不到神的帮助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节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节 你们哪一个人用忧虑时瘦数多加一刻呢 你们哪一个人用忧虑时瘦数多加一刻呢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忧虑没有办法让我们长寿一点的 忧虑没有办法让我们长寿一点的 相反这些忧虑也会让我们身体出现状况 相反这些忧虑会让我们身体出现状况 忧虑有几个大的特点 忧虑有几个大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98%的忧虑是不会发生的 98%的忧虑是不会发生的 例如阿杏所分享的 三年前很担心公司没办法继续运营下去 三年前公司很担心没有办法营运下去 但是三年后公司却变得更加强壮 确实上三年后公司却更加强壮 第二个特点就是忧虑是无补于事的 第二个忧虑是无补于事的 就是这些忧虑根本没有办法帮助这件事情去解决 就是忧虑没有办法帮助这件事情得到解决 是没有出路的 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就是会影响蔓延 第三是会影响蔓延 因为当你忧虑没有去正视没有去面对的时候 当你忧虑没有去正视没有去面对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解决 你没有办法去解决 你没有办法去交给神 你没有办法将他交给神 慢慢慢慢就会让你胡思练想 在里面更多更多产生很多的恐惧 慢慢你就会胡思乱想在你心里产生更大的恐惧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忧虑不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忧虑不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怎样去解决呢 我们怎样去解决呢 所以我们要认识平安属灵的定律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平安属灵的定律 可能你会说 可能你会说 我其实也很不想忧虑 我都很不想忧虑 但是 但是 我小朋友又小 我小孩很小 我爸爸妈妈年纪又占大了 我爸妈年纪又大了 我工作又不够稳定 我工作又不稳定 我跟配偶的关系又很紧张 我跟配偶的关系又很紧张 物价又越来越高涨 那物价越来越高 人工又不建加得多 人工也没有被加 越想越多东西要忧虑 越想越多东西忧虑 真的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忧虑 真的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忧虑 但是我们要认识 但是我们要认识 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呢 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呢 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 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 真正的平安是从神而来的 真正的平安是从神而来的 是超越环境的 是超越环境 不是环境所出现的东西 让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 不是环境出现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 而是要从神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 而是我们要从神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 我们一起大声地读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安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在这里讲到神将平安留给我们 这里说到神将平安留给我们 将平安赐给我们 将平安赐给我们 祂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 祂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 我们的心不要忧愁 我们的心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也不要胆怯 这是神对祂子民的应许 这是神对祂子民的应许 因着我们是神的子民 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有这个位分 有这个权柄去支取这个应许 我们有这个位分 有这个权柄去支取这个应许 不是因为世界的动荡 不是因为环境的改变 可以震撼到的平安 而不是因为世界的动荡 环境的改变可以震动到的平安 我们能够得着这份平安 我们可以得到这份平安 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 无论遇到任何环境 我们都可以从心底里 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都可以从心里 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我妈妈12年前 确诊了第四期的膀胱癌 我妈妈在12年前 确诊了第四期的膀胱癌 当她发现的时候 医生已经说 第四期要马上做手术 当她发现的时候 医生已经说 第四期的要马上做手术 我妈妈就很害怕 我妈妈就非常害怕 当然我们也很害怕 我们也很害怕 我妈妈说 除了三小孩之后 我从来没有入过医院的 我妈妈说 除了生小孩之外 我从来没有入过医院 在那次推入手术室的时候 那时候要进入手术室的时候 我们死兄弟姐妹和爸爸一起推着妈妈 陪着她一起去到手术室的门口 我们四个兄弟姐妹跟爸爸一起推着她的床 进到手术室的门口 然后我妈妈捉住我的手 然后妈妈抓着我的手 我看到她不断地震 我感觉她不断地震 心里非常恐惧 我眼泪流出来了 我眼泪流下来 我就跟妈妈说 我都跟妈妈说 妈妈 我只可以送到你这里 妈妈 我只可以送你到这里 因为他们不会让我进手术室的 因为他们不会让我进手术室的 我们在这里就要先分开一会儿 我们在这里要分开一下 之后我就跟妈妈说 我就跟妈妈说 虽然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进手术室 虽然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进手术室 但是耶稣可以 但是耶稣可以 当你很害怕 我知道你很害怕 我知道你很害怕 你心里现在要不断地呼求 耶稣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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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救我 你的心里要不断地呼求 耶稣帮我 耶稣救我 你这样呼求的时候 耶稣就会在你的身边 你这样呼求的时候 耶稣就会在我们身边 他一定会帮你 然后我就被护士吹走 叫我走啦 你们好走啦 然后跟着护士都出来吹赶 要我们离开了 然后妈妈就被护士推进手术室 然后妈妈就推到手术室里面了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 手术完成 手术完成 感恩非常成功 感恩非常成功 因为在做手术之前 医生有说到 因为已经是第四期了 医生有说到 因为他已经第四期了 整个膀胱都已经布满了 整个膀胱都布满了癌细胞 甚至有可能牵涉到有一个的肾 而且还有可能牵涉到肾 所以如果做手术期间 发觉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膀胱拿走 所以如果在做手术的时候 发现不行的时候 会把整个膀胱都拿走 甚至有一个肾都要拿走 甚至于另外一个肾都要拿走 然后我们就不断地祈祷 跟着我们不断地祈祷 但是当手术完成的时候 当手术完成的时候 医生跟我们说 医生跟我们说 手术非常好 我们手术非常成功 非常顺利 非常顺利 顶个膀胱可以留得住 整个膀胱可以保留 两个肾都留得住 两个肾都保留 感谢主 感谢主 当妈妈醒了之后 当妈妈醒了时 她一睹大眼 她张大眼睛 她就周围地望 她就周围地望 我问了妈妈 你望什么 我问妈妈说 你看什么 她说那个很高大白色的人 她说那个很高大白色的人呢 我问什么 我说什么 你是不是找医生 你是不是找医生 她说 你是不是找医生 不是 她说不是 她说她推入手术室的期间 她真的很害怕 她说她推到手术室里面 她真的很害怕 于是他就不断呼求 耶稣救我 耶稣帮我 耶稣救我 耶稣帮我 他就不断呼求 耶稣救我 耶稣帮我 耶稣救我 耶稣帮我 他说看到一个很高大 穿白色发光袍的男人 推着他的手术室 那一架床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 很高大穿着白色 医生袍的人 推着他的床 进到手术室 就跟他说 就跟他说 不用怕 不用怕 我帮你做手术 我帮你做手术 然后我妈妈就问他 我妈妈就问他 你是不是耶稣 你是不是耶稣 然后那个白色发光的男人 就点点头 接着那个白色发光的男人 就点点头 然后我妈妈就 可能是因为那些麻醉药 就睡了 可能是因为麻醉药的关系 他就把大眼睛找这个白色人 麻醉药的关系 我就睡着了 你见到吗 睁开眼睛 神真是很真实的 所以你看到神真很真实 有些东西我们没办法 去改变这个环境 有些东西我们没办法改变环境 但是神英他与我们同在 但神与我们同在 祂赐一下平安给我们 祂赐一下平安给我们 让我们不需要惧怕 让我们不需要惧怕 所以我们要祈祷 我们要求神 我们也要凭信心去支取这个应许 就是这个超越环境的真平安 就是超越环境的真平安 就是超越环境的真平安 我们都可以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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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就是要有祷告就有平安 第二点是有祷告就有平安 我们一起读弗拉比书第四章 第六到七节 我们一起读弗拉比书4章6到7节 都可以拥有的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女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知道 原来神我们应当一無挂虑的 原来我们知道 应当一无挂虑 这也是神的应许 也是神的应许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我们的忧虑交给神 因为我们可以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我们的忧虑交给神 神就将一个出人要烈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 神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心里 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 其实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 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 也都代表了我们跟神的相信和依靠 也是我们跟神的相信和依靠 通常你会跟什么人去分享你的需要 通常你会跟什么人去分享你的需要 一般你都会找一个 他可能帮到我的人 一般我们都会找一个 他可能帮到我们的人 所以当我们跟神祈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神你帮到我的 我们就知道神你帮到我的 神你帮到我的 我们相信你帮到我 我们就向你祷告了 我们相信你帮到我 所以我们向你祷告 所以我们无论大小事情 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 所以无论大小事情 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 不要说小事自己做先 不用想说小事自己解决 不要那么傻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向神祷告 我们大大小小的事就向神祷告 跟神去互动 跟神互动 相信他 依靠他 相信他 依靠他 凡事交托 凡事交托 凡事的意思就是 无论大小的事或者小的事 凡事就是大事小事 第三就是良言除去忧虑 第三点就是良言除去忧虑 要口出恩言 口出恩言 在真言的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 在真言的十二章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人心忧虑 屈而不生 一句良言 使心欢乐 我们知道原来人心忧虑 屈而不生 我们知道人心忧虑 屈而不生 原来当我们将忧虑放在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将忧虑放在心里面的时候 真的没有办法伸展出来 就是没有办法伸展出来 越压就越低 越压就越低 很容易我们会胡思练想 而且我们会胡思乱想 很容易就当局者迷 很容易就当局者迷 越想就越惨 越想就越糟糕 越想就越糟糕 越想就越难 越想就越难 所以我们要找适合的人去分享 所以我们要找适合的人来分享 去倾诉 去倾诉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当你找到适合的人去分享 去说出来的时候 当你找到适合的人去分享 去说出来的时候 你的忧虑指数已经减了一半 你的忧虑指数就降了一半 问题未必能立即解决 问题未必能马上解决 但是你的忧虑已经减了很多 但是你的忧虑减了很多 为什么要找适合的人 为什么要找适合的人 因为后面也说到 一句良言使心欢唱 因为后面也说到 一句良言使心欢唱 原来一句良言的回应 会让你的心欢唱 原来一句良言 可以使你的心欢唱 所以我们要找 可以口出欣言的人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 可以口出欣言的人 当他说出 做就劝勉鼓励积极的话的时候 当他说出安慰照 就劝勉积极鼓励的话的时候 你的忧虑就可以消失 你的忧虑就可以消失 因为我的心欢唱 因为我的心欢唱 但相反 如果你找到不适合的人 你找到不合适的人 他可能给你加点盐 加点醋 再加点忧虑给你 他可能加点盐 加点醋 再加些忧虑给你 然后你就越想越害怕 那你越想越害怕 对啊 那不得了 对啊 对啊 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要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课 就要讲口出欣言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课 都讲口出欣言呢 希望我们每一个 都能够做一个口出欣言的人 能够说出安慰做就劝勉鼓励别人的人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 口出欣言的人 都可以说出安慰照就劝勉鼓励别人的人 最近我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最近我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我跌入恐惧或忧虑里 让我跌入恐惧和忧虑里面 话说我家的小朋友 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 我还叫他小朋友 我还叫他小朋友 他已经15岁了 其实他已经15岁了 他长大了 他长大了 他有一天就跟我说 他有一天就跟我说 妈妈 其实你不用理我那么多 其实你不用理我那么多 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长大了 你不要这么重我 你不要那么宠我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其实 那说完之后 你知道我怎么样 他讲完之后 你知道我怎么了吗 我马上觉得 你长大了 你不是宠宠 你不要我了 我马上觉得 你长大了 你不是宠宠 你不要我了 你不听我说话了吗 你不是以前那么听话了 你不是以前那么听话的 然后我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我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有一次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 有一次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 我偶然跟我一个微信主的家人 去分享这个 我就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分享这件事情 那他就跟我说 那他就跟我说 哎呀 这样不行的 哎呀 这样不行的 不可以的 他虽然说大姐 但是未大都会想的 他虽然很大 但他没有大到可以想 不可以这样的 那不听话不行的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真的不行的 对呀 我就觉得这样不行 真的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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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不得了 那怎么办呢 于是乎我就跌了 是不过很忧虑很恐惧 晚上我想起我都会睡不着 甚至哭醒 我越想越忧虑 有时候就会想到 我就睡不着 然后一直哭 是啊 其实这个状态 我维持了差不多两个星期 这个状态维持了两个星期 我呢 我不知道 我好像找不到出路 我好像找不到出路 我一直在哭 我一直在那边哭 我一直在那边哭 我一直在那边默想 怎么办呢 他就这样长大了 那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上个礼拜 一直到上个礼拜 礼拜天晚上 我回到母堂开小组 我回了母堂开小组 师母就分享哈纳的祷告 师母就分享哈纳的祷告 就说我们的祷告神会听 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神会听 终于你会遇到困难 你祷告的时候神会听 以及幫助你 你禱告的時候 神就會聽 然後我就跟神說 是呀 神 我真的很困難 我就跟神說 神啊 我真的很困難 我只是面對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真的面對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就哭著地跟神祈禱 我就用哭著跟神來禱告 完了之後 師母一眼觀測 很羨慕地看到我 然後師母就這樣看到了我 就問我 你發生了什麼事 就說你發生了什麼事 你好像有點不正常 你好像不太尋常 於是上個星期 他約了我和Adeno出來吃飯 去談究究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他上禮拜就約了我 跟Adeno出來吃飯 問我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把我這個憂慮 這個恐懼 這個擔心 就跟師母說出來 所以我就把這個憂慮 這個擔心 跟師母說得出來 然後師母就看著我 然後師母就看著我 你的兒子很正常 你的兒子很正常 15歲長大很正常 15歲長大很正常 很對 很對 不正常的是你 不正常的是你 不正常的是我 不正常的那個人居然是我 然後我有什麼不正常 我有什麼不正常呢 他就跟我說 你太多的憂慮恐懼了 你太專注於這個 你太依賴他了 就是你憂慮太多了 你太依賴他了 你不懂得放手 你不捨得放手 其實15歲你應該放手給他 其實15歲你應該放手讓他大了 已經遲了 已經太遲了 你還想抓住 你還想抓住 所以有問題的那個是你 所以有問題那個人是你 然後我說那怎麼辦 我就覺得那怎麼辦 師母就提醒我 你要愛自己 然後師母就告訴我 說你要愛自己 你要愛自己多一點 然後我就說那怎麼辦 我就覺得那是怎麼樣 然後師母就說 愛自己就從整理你的頭髮開始 他說愛自己就從整理你的頭髮開始 所以我就訂了一個髮型師 星期五晚上去整理我的頭髮 所以我約了一個髮型師 禮拜五晚上就弄我的頭髮 所以今天有一個全新的形象去見大家 所以今天有一個全新的形象來見大家 是的 我要愛自己 我要愛自己 我們不要一直在憂慮的裡面 我不要一直在憂慮裡面 因為唯有愛可以使人完全 因為只有愛能使人完全 唯有愛可以讓我 除去我心裡的無謂的憂慮和懼怕 因為只有愛可以除去我心裡 那些無謂的憂慮和害怕 第四點就是愛能使人完全 第四點是愛能使人完全 除去懼怕 除去懼怕 我們一起來讀約翰一書四章十八節 我們一起來讀約翰一書四章十八節 愛女沒有懼怕 愛機完全就把懼懼懼懼 因為懼怕女含著凝乏 懼怕的人在愛女未得完全 是的 原來我失缺了那份愛 原來我失去了那份愛 我活在懼怕和恐懼裡面 我就活在懼怕和恐懼裡面 但是我再一次來到神裡面 但我再次來到神裡面 去支取神這份愛 去支取神這份愛 我知道神很愛我的 我知道神很愛我 當時看到我 憂慮恐懼到什麼都不理 頭髮也不理 身體也不理 其實是不正常的 當我憂慮到我什麼都不理 頭髮也不理 這個時候是很不正常的 所以我要回到神的愛裡面 所以要回到神的愛裡面 去愛自己 去愛自己 祂相信神愛我 去相信神愛我 在愛裡面人是可以完全的 在愛裡面人是可以完全的 唯有在愛裡面人才可以完全 唯有在愛裡面人才可以完全 你需要懼怕 不需要懼怕 因為其實我擔心我的恐懼 其實我也會擔心自己做漏事 做錯事 或者沒有做了應有的本分 在懼怕裡面 我都會害怕我做錯的東西 我漏了東西 或是沒有做到我應做的本分 但是神說在神的愛裡面 我們可以完全的 但是神說在神的愛裡面 我們是可以得到完全的 當我們全然相信神的愛的時候 當我們全然相信神的愛的時候 縱然我們有錯 縱使我們有錯 我們有做掉漏的地方 我們有漏了一些東西 我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神會為我們包底 神會去承擔 神會來承擔 所以我們縱然來到神的裡面 所以我們來到神的裡面 知道神在這裡 知道神在這裡 神看顧著 神堪顧著 我們就不需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太多的憂慮 我們就不用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和恐懼 我們怎樣可以踢出憂慮和恐懼 我們怎樣可以踢出憂慮和恐懼 我們知道這些定律 我們知道一個定律 我們知道真正的平安是從神而來的 我們知道真正的平安是從神而來的 我們凡是藉著禱告 我們將憂慮交託給神 我們凡是藉著禱告將憂慮給神 跟適合的人分享 讓憂慮可以減輕 跟適合的人分享 讓憂慮可以減輕 並且再一次來到神的愛裡面 讓我們可以因著神的愛 我們得以完全不再恐懼 那我們來到神的愛裡面 可以得以完全不再恐懼 在聖經裡面也有一個故事 在聖經裡面也有一個故事 都教導我們 我們怎樣可以面對憂慮恐懼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面對 就是說我們在面對憂慮恐懼的時候 我們如何面對 在馬可福音第四章 在馬可福音第四章 37-41節 37-41節 我們先讀37-38節 我們現在讀37-38節 忽然起了暴風 波浪打入船內 甚至船要滿了水 耶穌在船尾上 枕著枕頭睡覺 門徒叫醒了他 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嗎 這裡說忽然起了暴風 這裡說突然起了暴風 忽然的意思就是 不是在我們計劃當中的 忽然的意思就是不是在我們計劃當中的 就是出乎意料突然間的失控 就是出乎意料突然之間的失控 沒有辦法掌握的時候突然間發生 沒有辦法掌握的時候突然間發生 就正如我沒有想過那一天 突然間我兒子跟我說這些話 就像我那天沒有預料中的 我兒子跟我講了這樣的話 也正如在我們的生命中 也正如我們的生命裡面 其實也有很多時候 會突然間發生一些事 很多時候會突然間發生一些事情 可能突然間會病 可能突然間會病 突然間公司裁員會失業 突然間公司裁員失業 或者是明明相處得好好的的同事 家人突然間 為什麼會起爭執的呢 或者是相處了很好的家人 或同事突然起了爭執 或者經歷了一些意外 或是經歷了一些意外 這些都是我們沒有辦法去估計 或者預先預言出來的東西 這就是無法估計或預先知道的事情 但卻是成為我們的生命裡面 會構成很大的打擊 而這會造成我們生命很大的打擊 就像風暴一樣 就像風暴一樣 突然間殺過我們一個措手不及 突然間殺得我們措手不及 在這一刻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在這一刻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像這些門徒一樣 我們要跟這些門徒一樣 呼求耶穌 門徒立刻叫醒耶穌 門徒即刻呼叫耶穌 夫子 我們要喪命了 為什麼你不理我啊 夫子 我們要喪命了 你怎麼還不理我們 我們同樣呼求耶穌 神啊 我很辛苦 為什麼你不理我啊 我們要呼求神啊 神啊 我們很辛苦 你怎麼還不理我們 神啊 你幫我 神啊 你幫我們 當我們這樣呼求耶穌的時候 當我們這樣呼求耶穌的時候 我們要去承認 並且相信神你是可以的 我們去承認 而且相信神你是可以的 你是我們的神 你是我們的神 你是有能力的 你是有能力的 這些門徒不是可以叫其他人的 這個門徒不是去叫其他人的 不是叫開船的人 不是叫那個開船的人 不是叫朋友來幫 不是叫朋友來幫 是叫夫子來幫 他知道夫子是耶穌 他知道夫子是耶穌 他有一個特定的能力 他有一個特定的能力 他會幫到我 他會幫到我們 當我們能夠呼求耶穌的時候 當我們能夠呼求耶穌的時候 我們都承認也相信 我們都承認也相信 耶穌你是幫到我的 耶穌你是幫到我 神你是我的神 你幫到我的 神你是我們的神 是幫到我們的神 神就會出手幫助我們 神就會出手幫助我們 第二個呢 接下來第39節 接下來第三個 subject 我們一起訓 我們一起來讀 耶穌聖鳥 蹟羹風 向海説 鑄陵 翌就會鑄陷 大大地平靜 兵 耶穌聖鳥 喲者了 踩著風和浪 但是呢 你想一下 我現在想一下 他會跟蟲和海講話嗎 正常人會與海講話嗎 會跟蟲和海講話嗎 對 正常人会跟桌子 跟椅子讲话呢 正常人不会跟死物讲话 正常人不会跟死物讲话 但为什么耶稣会斥责风和向海说呢 但是耶稣怎么会跟风和海说话呢 因为耶稣看到这些风浪背后的恶者 因为耶稣看到这个风浪背后的恶者 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耶稣醒了 一开始说耶稣醒了 就是耶稣清醒了 就是耶稣清醒了 他醒过来了 他就斥责风和浪 他就斥责风和浪 他看到这些风浪背后的恶者在兴风作浪 他看到这个风浪背后的恶者在兴风作浪 他就跟他说止住吧 静了吧 他就说止住了 静了吧 我们看到这里很体验到两个世界观 这就看到了两个世界观 在这些风浪背后的恶者 在风浪背后的恶者 撒旦 他兴风作浪 他兴风作浪 那我们陷入一个风暴里面 我们要醒过来 我们要醒过来 我们知道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这些风和浪 那我们知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这个风和浪 其实是斥责他背后的黑暗权势 其实是斥责他背后的黑暗权势 斥责这个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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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挺手 风浪就要止息 风就要止息 风浪就要止息 风浪就要止息 所以我们要认清和醒过来 所以我们要认清要醒过来 他看到仇敌的作为 他看到了仇敌的作为 不是做表面的工作 不是做表面的工作 我记得当我是不是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记得我现在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在星期二开会的时候 我跟同工分享 我在跟同工分享的时候 是上星期二25号 在上星期二25号 我跟同工分享 我跟同工分享 我哭了 哭了很辛苦 很担心 一直分享的时候 我一直哭 分享 哭得很伤心的时候 然后其中有个同工望着我 其中有个同工望着我 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 师母啊 师母啊 你很不正常 你很不正常 然后我说 我什么不正常 我说我怎么不正常 这不是我认识的你 这不是我认识的你 你是被仇敌攻击 你是被仇敌攻击 你是被仇敌攻击的 你是被仇敌攻击的 现在你是被他打 你现在是被仇敌攻击的 你是被他欺骗的 你是被他骗的 然后我接着另一个同工就说 是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正常的你 然后另外一个同工还是这样说 对哦 这不是正常的你 然后我就觉得 是吗 我就觉得是吗 有个名秇吗 我又不容易吗 我又不是很觉得 当局者迷 当局者迷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 好像是 我灵里开始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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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我去祈祷 我要来祈祷 我不能再陷入忧虑的里面 我不能再陷入这个忧虑的里面 接着来我就收到这个讯息 接下来我就收到这个讯息 就是说 没有一个问题是小到神见不到的 没有一个问题是小到神看不到的 也没有一个问题是小到神看不到的 也没有一个问题会达到神不能解决的 可能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错误 就是有一个被蒙蔽或错误的想法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被蒙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因为觉得神很伟大 我觉得神很伟大 他要看很多东西 他要顾很多事情 他要管理很多事情 他管理很多事 我这些是小事 我这个是很小事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这些小事不要烦他 这些小事不用烦他 这些小事不用烦他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有时候都会有的 有时候都会这样的 但是这些小事慢慢累积 越想越多的时候 就发觉自己根本就解决不到 但这些小事越来越多 你会发现自己根本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比我们想象中更能力 所以我们的神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厉害的 他更加清楚明白了解每一个的细节 他更加清楚明白了解每一个细节 出于他的方法比我们自己解决更好 出于神的方法比我们自己的方法解决更好 所以我们要全心去信靠 所以我们要全心去信靠 唯有全心的信靠 我们才可以除去我们的忧虑和惧怕 唯有全心的信靠 我们才可以除去这个惧怕 我们再读两节经文 我们再读两节经文 40和41节 事实跟41节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地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念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忧虑和恐惧和困难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忧虑和恐惧的时候 忽然的风暴 突然的风暴 我们要相信在任何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任何时候 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环境 无论大大小小 无论大大小小 神都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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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个小宝宝和爸爸妈妈的关系 就像一个小宝宝和爸爸妈妈的关系 其实刚刚出生的宝宝不会忧虑 其实刚刚出生的小孩就不会忧虑 他不会为自己堆積一些奶粉 尿片 为自己预备的 他不会自己去堆積一些奶粉尿片 为自己预备的 因为他相信他肚饿的 可能他还没肚饿 已经有食物了 他没有肚饿过 他可能还没有肚子饿 最近有东西吃 他都没有肚子饿过 到时到后就有人帮他换片 时间到了就有人帮他换片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忧虑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忧虑 因为他所有东西都会被满足 因为他所有东西都会被满足 爸爸妈妈又怎样 爸爸妈妈就是这样 爸爸妈妈会用心去照顾我们的孩子 爸爸妈妈会用心照顾我们的孩子 小孩还没有出生 他已经买了很多奶粉尿片 放在那里等着他要用 他已经买好了尿片 奶粉等着给他用 然后刚刚出生了 还没懂得说话 一出生都还不懂得说话 可能已经安排了幼稚园读哪一间 可能就已经安排了幼稚园读哪一间 他不需要担心 他都不用担心 我们地上的爸爸妈妈会这样做 我们地上的爸爸妈妈这样做 我们信不信得过 我们天父爸爸都是这样对我们 我们能不能相信天父爸爸也这样对我们 我们没经历到的 我们没有经历到的 我们没有需要的 我们还没有需要的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 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 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我们只需要是做什么呢 我们只需要怎么样呢 好像BB一样 好像BB一样 全心的信靠 全心的信靠 完全的去相信 完全的相信 在信心的宣告要得平安 我们用信心的宣告来得平安 不要怕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怕 只要信 只要信 信靠神的话语和能力 信靠神的话语和能力 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 我们就能得到真正的平安 信靠在神的手中 信靠在神的手中 我们也要用赞美去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用赞美来敬拜我们的神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我们的焦点就集中在神的身上 来到神的身上 来到神的中 来到神的面前 来知取这份平安 唯有神能够给我们这份真正的平安 唯有圣灵能够给我们这份真正的平安 我們知道我們的將來 我知道我們的將來 我們的每一天 我們的每一天 甚至下一秒 甚至下一秒 都在神的手中 我們就全然地相信 我們就全然地相信 全然地信靠 我們就全然地信靠 我今天 遙遠處同行 人他知 前面如何 有去到 未來的事情 我已在 不能成功 但我知道 誰將來未遲 我也知道 誰已多守 有去到 未來的事情 我已在 不能成功 但我知道 誰將官未遲 我也知道 誰已多守 當我們再唱這詩歌的時候 當我們唱這詩歌的時候 我們都合上眼睛 我們都閉上眼睛 我們把手放在心上 我們把手放在心上 當我們一直唱 當我們一直唱 我們用靈去唱 我們用靈來唱 我知道 誰掌管明天 我知道 誰掌管明天 是我們對你的同行 主 這是我們對你的同行 主 這是我們對你的祷告 我不是明天的太陽 明天的太陽 人明天 劃去任雅 我不要為將愛憂慮 人我相信 主你應去 我今天要遇住同行 主因為你知道 因為你知道 誰知道 誰掌管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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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一直都走 我知道你一直都支持我 有很多未來的事,我們雖然不明白 如果說多書,我雖然不明白 主要知道… 這首我都眉上眼睛 我們去思想過去的一件事 我們去思想過去的一件事 已經發生過… 我們曾經憂慮過… 也曾經憂慮過… 可能是你年輕時很擔憂的事 可能是你年輕時很擔憂的事 今天你會怎樣跟過去的你說 你今天會怎樣跟過去的你來說 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擔心 會過的 你的命運不是在這個世界 你的命運不是在這個世界 不是在環境,不是在人的當中 不是在環境,不是在人的當中 你的生命是掌管天地萬物的神手上 你的生命是掌管天地萬物的神手上 神在這裡 神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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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這裡 神掌管 神掌管 當我們合上眼睛的時候 當我們閉上眼睛的時候 我們去思想神的話 我們去思想神的話 不是一路去思想負面的事 不是一路思想負面的事 神要我們去思想祂的屬性 祂的愛 神要我們思想祂的屬性 祂的愛 祂的作為 祂的應許 祂的作為 祂的應許 神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神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 我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也不要膽怯 我們所相信的神 是愛我們的父 我們所相信的神是愛我們的父 供應我們的一切 供應我們的一切 祂掌管天地萬物 祂掌管天地萬物 風和浪都可以止住 風和浪都可以止住 更重要的是祂愛我們 更重要的是祂愛我們 領受這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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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受你的愛 應當一無寡慮 一無寡慮 只要凡事即將 徒高 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有的高素神 只要一切將祷告 感謝 將你要的一切 告訴神 神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將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在耶穌基督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凡事即著 討告 祈求和感謝 凡事藉的祷告 祈求和感謝 將你所要的高素神 將你所要的高素神 好嗎 現在我們都會開口 那我們現在一起開口 將你所擔憂的 將你所擔憂的 你的重擔 你的重擔 你的恐懼 你的恐懼 你的憂慮 你的憂慮 一切你覺得勾錯狂操 不能在你的手上 能夠掌握 讓你覺得失去控制 在你手上沒辦法 交給這位掌管萬有的神 交給這位掌管萬物的神 開口交給祂 開口交給祂 祈求我們來到祢的根治 祈求我們有很多的擔憂 祈求我們無論是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家人 祈求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經濟 甚至乎香港的社會 祈求我們全球局勢的動盪 祈求我們實在有很多東西 我們無法掌握 但今天我們要藉著討告 我們將我們的憂慮交給祢 祈求我們告訴祢 因為祢是眷顧我們的神 祈求祢是統管萬有的神 祢是過去現在將來的神 唯有祢是神 唯有祢是神 祢我們知道誰掌管命 祢我們將我們一切憂慮 我們定義要交給祢 祢我們不要再擔憂 我們不要再在受敵的攻擊裡面 祢我們要藉著這一切的憂慮 成為我們一個經歷祢的機會 祢我們就要經歷 這個出人意外的平安 祢我們要來經歷祢是次平安 次喜樂的神 祢我們要來到祢今次 這個時候我請招待 可以將一個清單和筆 你派給我們 我們將一個清單一個一個打擊 我們一切一切的時候 我們要定義將這些憂慮交給神 祢我們來到祢今次 祢我們今天定義 要將這些憂慮繼續滑在我們的心裡 要將這些憂慮繼續在我們的心裡 祢我定義將一個一個憂慮交給你 祢我定義將一個一個憂慮交給你 我要將這個憂慮化成經歷你的機會 我要將這些憂慮化成經歷你的機會 我要在當中經歷你的信實 我要經歷你的信實 我要在裡面經歷你的愛 我要經歷你的愛 我要經歷神 你是掌管天地萬有的 我要經歷神 你是掌管天地萬有的 我知道你憑到我自己 我不能夠勝過 我知道憑我自己 我不能勝過 但我有你 但有你 我的生命有你 我的生命有你 祢我今天定義要來經歷你 主啊我們今天定義來經歷你 我不要再默想這些負面的事 我不要再默想這些負面的事 我要默想你的愛 你的信實 你的恩慈 我要默想你的愛 你的現實 你的恩慈 你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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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在我的生命中 彰顯出來成為我的見證 你的大能 要成為我在台上 去宣告我的神 是一個好神 宣告我的神是一個好神 由我們一個一個踢上 那我們一個一個 我們踢的時候 我們就宣告神 我要將這個重答交給你 我們在選的時候 就將這個重答交給神 我們踢的時候 我就宣告神 我要在這件事上面經歷你 我們在踢的時候 就把這件事情宣告交給神 主啊太好了 當我踢到整張字都是的時候 我都知道我有很多機會來經歷你 主啊將我把這個都填滿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有很多機會來經歷你 我就經歷到 我雖然我軟弱 但是我的神是高強的 是有能力的 雖然我軟弱 但是我的神是剛強是有力的 你只會當你踢完之後 你將這個紙放在你的手裡 弟兄姐妹 當你們選好之後 將你們的紙放在你的心裡面 你閉上眼 閉上眼睛 這些東西就像風浪 好像重答一樣壓住 這些東西就像風浪 像中答一樣把你壓住 壓在我們的心頭裡 壓在我們的心頭上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勝過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勝過 甚至好像控制不了一樣 甚至好像控制不了一樣 我們會好像門頭在船裡面一樣 在這些風浪裡面 我們感覺到無助 我們好像就門徒一樣 在風浪裡面我們感到無助 但今天 但今天 耶穌在我們人生的小船當中 耶穌在我們人生的船當中 耶穌在我們生命上的小船當中 我們將我們的問題交給祂 我們將我們的問題交給祂 我們將我們的憂慮交給祂 我們將我們的憂慮交給祂 但是耶穌已經醒了 今天耶穌已經醒了 祂跟你說 孩子將你的重担交給我 祂說孩子將你的重担交給我 將你的憂慮交給我 將你的憂慮交給我 因為我是平靜風浪的神 我是居住的神 我是活著的神 我是復活的主 我是復活的主 我是滿有能力的神 我是滿有能力的神 我必定要救祂 我一定要救祂 除去一切的擔憂 除去一切的擔憂 弟兄姐妹說你手上拿著這張紙 你在靈裡面 你在靈裡面 拿著它 就像你的憂慮一樣 就像你的憂慮一樣 然後你將它搓成一個紙球 然後你把它搓成一個紙球 緊緊地壓在你的手裡面 緊緊地壓在你的手裡面 你在你的靈裡面 在你的靈裡面 所看見你所壓住的這個紙 所看見你壓住的這團紙 真的就是你的憂慮 真的就是你的憂慮 真的就是你的擔心 真的就是你的擔心 但是當我們緊緊捉住的時候 但我們緊緊抓住的時候 我們就沒辦法放手 我們就沒辦法放手 我們就感覺到辛苦和絕望 我們覺得辛苦和絕望 今天我們要將這個重擔 今天我們要將這個重擔 在靈裡面 在靈裡面 將它用力地丟出去 將它用力地丟出去 將你的憂慮丟出去 將你的憂慮丟出去 丟給神 丟給神 你在心裡祷告 你在心裡祷告 以後你就將它丟出去 你就把它丟出去 丟出來吧 丟出來 耶穌會接著 將它丟給耶穌 將它丟出去 將你一切的憂慮 將你一切的擔憂 全部都丟出去 用力地丟出去 所有的憂慮都丟出去 我不再要了 我不要了 丟給神… 丟給神… 當你一丟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心裡很爽 當你丟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心裡很爽 你整個人就會鬆掉了 整個人就鬆了 丟他出去 丟他出去… 不要再捉在自己的手中 不要再捉在自己手上… 將它交給神 將它交給神 因為神顧念我們 神顧念我們 一切的憂慮都交給祂 一切的憂慮都交給神 進入那份卿省和自由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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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也要特別呼召 我們當中未信主的朋友 我们这里呼召卫信主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曾将耶稣接在心里 如果还为神将耶稣接到你的心里 你的人生里面都经历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担忧 你的人生都经历很多的艰难跟担忧 但今天你发现原来耶稣 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忧虑 那今天你会发现 原来耶稣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忧虑 耶稣可以将真正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 耶稣可以将真正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 你也想得出这份平安 你也想得到这份平安 我要请你轻轻举你的手让我看见 我要带领你相信耶稣接受耶稣 我要带领你相信耶稣接相信耶稣 让耶稣的平安进入你的心里面 让耶稣的平安进到你的心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还没有将耶稣接到心里面的 你还没有将耶稣接到你心里面的 但今天你愿意 那今天你愿意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的话可以轻轻举你的手 如果有请轻轻举你的手 如果在线上有这样的朋友 有线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跟着我一句一句的来吐口 请你跟着我一句句的道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向我的心说话 多谢你向我的心说话 我向你承认 我向你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犯罪不认识你 犯罪不认识你 但今天 但今天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相信你 接受你 相信你 接信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作我生命的主宰 作我生命的主宰 求主将你的平安赐给我 求主将你的平安赐给我 让我更深地经历你 让我更深地经历你 认识你 多谢主 多谢主 听我祷告 听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你只不我们一起举手 来领受祝福 我们一起举一首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所有的弟兄姐妹 主的平安与你同在 主的平安与你同在 为了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一切忧虑离开你 斥着一些忧虑离开你 你头上的乌云要散去 你头上的乌云要散去 主的光照耀 主的光照耀 祂的平安与你同在 祂的平安与你同在 祂的能力保守你 祂的能力保守你 引领你走前面的道路 引领你走前面的道路 你人生一切的风浪 祂要为你平静 你人生一切的风浪 祂为你平静 将你一切的忧虑 写给祂 将你一切的忧虑 写给祂 祝福平安 神要将祂赐给你 祝福平安 神要将祂一切赐给你 耶稣要用祂的平安 交换你的忧虑 耶稣用祂的平安 交换你的忧虑 使你蒙福 使你蒙福 使你轻散 使你清醒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朝的崇拜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感谢主我们今朝的祖日到现在 多谢大家 我们都请大家帮忙 将这些优势的 大家看着的是 新锐611灵略堂 你现在看着 新锐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如果你感动 用奉献支持我们教会 欢迎你将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请你将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接票台头是 新锐611灵梁堂有限公司 The beneficial name for the check is Newcroft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Limited 请你将收据 email到以下的电邮信箱 Please send your receip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我们为你代讨的话 Or if you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欢迎用email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Zongsham欢迎你 来神于这国家 Zongsham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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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